第116集 只是一幅画 但站在她前面 所有人却是进入了画中 听那女子带着无奈与笑意 低声对那黑狐狸道 你乖乖修炼好不好 这个女子的容貌 实在是珠珠见过的 所有女子之中之最冷 就是使用绿站在她身边 也会变得黯然失色 而且珠珠看着 总觉得有一种熟悉感 似乎在哪里见过一般 哎 她是不是很魅力 你如果变回本来的模样 就比她差了一点点 妖狐轻叹一声道 珠珠漠然 达妃所问的 直指画中的黑狐狸道 这个 是你 妖狐点了点头 不知为何 神情有些落寞 你现在的模样 跟她站在一起 也很配 猪猪鬼使神差 说了句自己都觉得 莫名其妙的话 妖狐却浑身一震 欢喜亢奋地 扭头望着她 真的 猪猪猪 猪猪见她 没有不高兴的样子 就老实地点了点头 妖狐开心得很 忽然抱着猪猪 就在她眉心上 亲了一口 笑道 我真快活 小丫头 你太有眼光了 可惜我太没用 太晚了 不过 很快又拧起眉头 叹气道 猪猪被她 这突如其来的 非礼行为 吓了一跳 不过 她能感觉到 咬呼这一口 并没有任何 猥琐调戏的意思 所以只能努力 说服自己 不要太在意 那个 你是因为 我跟她 有几分相像 所以才留下我的 猪猪惊吓过后 很快想到 银子章等人的处境 眼前的妖狐 似乎对她 还算和气 她想求她 放过她的 师兄师姐们 所以 努力 掩住慌乱 想把妖狐哄住 妖狐似乎 望了她一眼 对啊 你的容貌 被人以十分高明的 封印之术 配合幻术 变成现在这样 就算是大成 其修士 也看不出 不过 却骗不了我 我们妖魅 幻虎 是天下 最擅长幻术的 一族 双眼天生 能看透 世间 所有虚幻 这么高明的 风印之术 和幻术 融合 施展 对你施法的人 至少是 原因后期 而且自身 付出了 很沉重的代价 你与什么人 有仇 不对 要害你 杀了你 又或是 把你抓起来 天天折磨 更简单痛快 她是想保护你 小丫头 你惹伤了 什么不得了的人了 妖狐的一双 乌黑的眼珠 波光流动 偶然 似有金光闪过 猪猪不说话了 妖狐的推测 与师父 偶然透露的信息 惊人的吻合 她忽然有种 被人彻底看透的 可怕感觉 妖狐伸手 抓住她的手腕 一股微凉的气流 顺着她的手腕 手臂 进入她的躯体 猪猪大惊失色 但是别说 她不过是个 没有法力的普通人 就算有 又怎么会是一只 巴结妖兽的对手 她就这么动弹不得的 忍由那股 微凉的气息 在她身上转了一圈 只听妖狐得意道 果然没错 你这身体 原本的修为 至少是原因后继 奇怪 你的修为 法力都到哪里去了 莫非 这也是你 躲避仇家的手段 猪猪不想再听下去了 妖狐每一句说话 都在正视她心里 最可怕的推测 她一个字都不想听 你放了我师兄师姐 好不好 猪猪咬着嘴唇道 妖狐说话的兴致被打断 有些不高兴地 瞇了眼睛 放心 看在你的份上 我也不会杀他们的 顶多让他们难受一下 你听我讲故事 陪我聊天 我再考虑考虑 他们 没有得罪你 猪猪 猪猪猪 猪猪还想求情 herself 妖狐懒洋洋地挖了挖耳朵 可是他们 猪猪听妖狐的口气就知道 师兄师姐们多半在受苦 哪里有心情听什么故事 妖狐兴致勃勃 一肚子倾诉欲望 猪猪不敢太得罪他 这妖狐太过厉害 万一惹他翻脸 师兄师姐们会更倒霉 那,那你长话短说 猪猪壮着胆子提妖球 妖狐并不在意 一手拉着猪猪 一手指着那幅画像 你知不知道他是谁 他出身于丹祖 是丹祖最年轻 最厉害的练丹师 名叫丹黄 又是丹祖 丹黄这名字 怎么听起来那么熟悉呢 缓呼中 猪猪似乎听到 有许许多多不同的声音 在耳边轻唤 丹黄 丹黄 原来你真的叫丹黄 妖狐哈哈笑起来 丹族现在最厉害的练丹师是谁 你是丹族的人 你是丹族的人 怎么会搞成这副德行 是不是丹族出了什么事 妖狐一连串的问题下来 猪猪茫然望着他 不知道该如何应对 妖狐洋洋自得 我刚才偷看了你被封印的记忆 看得不多 刚好知道你叫丹黄 出身丹族 难怪你长得跟他那么像 他的娘亲 也是丹族人 不过他不叫丹黄 他叫粉碧茜 当年在丹族 也是最厉害的练丹师 你你你怎么偷看 猪猪气的说话都结巴了 他对于自己失去的记忆 既好奇又害怕 从没想到会在这种情况下 忽然被人接出来 那种感觉就好像毫无准备 跑到舞台上 却发现自己身上没穿衣服一样 好了好了 不要生气 谁让你不耐心听我说话 妖狐眉眼飘飞 风情万种地抱怨道 猪猪有些扛不住了 撇过小脸 无奈道 你说吧 我很认真在听 对着这样一张脸 让人心惊摇动 再大的脾气都发不起来 妖狐笑咪咪 牵了他的手 就往画里走 眼前光滑刺眼 猪猪眨了眨眼睛 发现自己已经置身于一片茂密的森林 不是说你的幻术对一般人没用吗 猪猪后知后觉地想起这一点 妖狐直指前方道 幻妹妖狐的幻术只对修饰有用 可我也学过对付普通人的法术 乖乖乖看着别说话 前面不远处 一只通体乌亮 双目金黄的小狐狸正步履蹒跚地在草丛间奔走 小小的身体上斜插了一只羽箭 鲜血正不断地从伤口中涌出 在地上留下明显的痕迹 猎人很快追了上来 一手抓起羽箭将小狐狸挑到半空 正在这时 一个漂亮的不似真人的少女忽然出现 用两枚丹药将小狐狸换了去 画面一转 小狐狸的伤势已经恢复 每日跟在少女身边 少女是丹族里备受重视的天才弟子 身边的人有的叫她焚小姐 有的叫她阿沁 有的叫她沁儿 应该就是妖狐口中的焚壁沁了 而那只黑色的小狐狸 自然就是妖狐的原身了 焚壁沁一日一日长大 倾国倾城的容貌令无数人倾慕 她最擅长的也是音波攻击之术 本命法宝是一张摇琴 鲜鲜食指拨动琴弦 以烈焰琴音退敌杀敌的美丽姿态 就算捉住身为女儿身 见了也迷醉不已 可是如此动人的女子 却一心追求无上大道 从没有想过与其他男修士结成道理 妖狐成了她最心爱的伙伴 与她同吃同沁 她花尽心思寻找灵药炼制 可以帮助妖狐提升修为的丹药 希望她早一日拥有灵智 能够开口陪她说话 年复一年 数百年光阴弹指极过 妖狐终于突破五阶 她开口对焚壁沁讲的第一句话 就是 我会一直一直陪着你 你嫁给我好不好 那时焚壁沁 已经是原因后期修士 随时可以冲击大长期 她只当妖狐跟她开玩笑 也没放在心上 还跟她说 那你得先化行了再说 她心中无情爱牵连 妖狐如愿以偿 一直陪在她身边 而且大咧咧的 以她的道理自居 妖狐天性懒散 耐不住枯燥的修炼 总想着焚壁沁的生命漫长 对一人一壶 相依相伴的日子 也很满意 所以就这么懒洋洋的 三天打鱼 两天晒网的混日子 直到有一日 幻媚妖狐一族的 世仇到来 要将这最后一只妖狐 也杀死 以绝后患 焚壁沁自然不肯 她在丹族地位崇高 对方不敢公然与她作对 于是设下陷阱 令她落单 然后五个元英后期修士进出 想一不做二不休 将她连同妖狐一起杀灭 焚壁沁的法力虽然高强 可一人独斗五个 同机修士 终是太过勉强 最终为了保护妖狐 与对方三人同归于尽 妖狐当时的修为只有六节 平日疏于修炼帮不上大忙 眼看着自己最喜欢的人 魂飞魄散 惨遭横死 却什么都做不了 幸好 焚壁沁身上带了一件秘宝 危急之时 将她的元英及元神 吸入其中保护起来 妖狐流下了她的精血 历尽千辛万苦 寻来轮回通灵草 只等灵药成熟之日 就可以用焚壁沁 留下的精血做饮 令她重生 点凤山这里 就是焚壁沁身故之地 妖狐在地底 修建了墓穴洞府 又将轮回通灵草栽种于此 然后便开始了漫长的等待 妖狐带着猪猪走出画卷时 猪猪已经哭得一双眼睛 变成了桃子样 她吸吸鼻子问妖狐 你在这里等了多久 不记得了 我把轮回通灵草种在这里时 那株灵药还只有拇指高 妖狐指了指规房外 地上那一株即将成熟 被银白光照包裹着的灵药 目测高度已经有近一尺 猪猪一看就知道 最多还有半年就会成熟 轮回通灵草从只有拇指高 长到即将成熟 中间至少过去三千年 等她成熟了 我就去丹族请最好的练丹师 为阿沁炼制大轮回丹 妖狐轻轻抚摸着银白色光照 眼神专注温柔 又欢喜无限 猪猪忽然觉得 这样的妖狐 比起之前浪荡魅惑的模样 还要迷人得多 妖狐伸个懒腰站起身 可惜你现在的修为太差 不然由你来练制这大轮回丹 阿沁一定更加欢喜 阿沁没有活过来之前 你留在这儿陪我好吗 妖狐正经不过片刻 又开始向着猪猪乱放电 坟前辈知道你到处勾引人 会生气的 猪猪刚刚听过妖狐的故事 感觉与她亲近了许多 于是大着胆子反驳 妖狐不以为然 阿沁最爽朗大方了 才不会这么小气 你不是说要娶她吗 没有女人喜欢自己的丈夫 对别的女人抛媚眼 要别的女人陪到 猪猪越说越顺流 妖狐皱了皱眉头 想起很多很多年前 跟随坟碧沁在世间行走时 所见所闻 似乎真是如此 于是哼道 好吧 算你有礼 阿沁还没有见过我 画形后的模样呢 你说我这个样子 她会喜欢吗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